在一瞬间有一百万个可能 还想牵走 我只继续 哪个好心人 可怜可怜我吧 赏口饭吃也行啊 我们有好心人啊 哎 姑娘 能不能给我点钱 赏口饭吃啊 这 大哥 你这 为什么在这儿乞讨呀 我看你这手脚健全的 你怎么不找什么工作呀 姑娘 我这也想找份工作 但是我从小父母 就早早地走了 我一个人长大 没多少文化 人家都不要我 我以前去工地搬砖 也没多少力气 老板也看不上我 瞧不起我 我这走投无路了 才在这儿乞讨着 大哥 你咱俩是这样呀 哎呀 这也不容易的 我这儿呢 有三百块钱 要不 您拿着 姑娘 你这太多了 不要那么多 大哥 这钱你就拿着吧 虽然呢 你现在处处坎坷 但是总会有出路的 以后呢 您也别在这儿乞讨了 拿着钱 你买些干净的衣服 找份工作吧 您拿着吧 大哥 姑娘 这挣钱也不容易 可留我那么多钱 大哥 我挣钱总比你容易一些 以后呢 我相信你一定会成功的 那大哥 我这边还有事 我先走了 谢谢姑娘 谢谢姑娘 我走了 大哥 谢谢姑娘 姑娘可真是好些人呐 姑娘 人可真好啊 树不相识 却给了我那么多钱 姑娘说的也有道理 人生总会有难免过不去的坎儿的 只要努力 我一定能走出来 进 您好 我还来面试的 这是我的简历 姑娘 是你啊 你 你是啊 姑娘 没想到咱们俩还能再相信啊 你记不起我了 不是 新鲜钱 你在路边 自路过来一个小乞丐 你看 你还给了三百块钱呢 哎呀 你这样我就生出来你了 当时 你还安慰我 激励我 哎 没想到 来面试我的竟然是你啊 哎 还挺巧 是啊 姑娘 我有了现在的成就 多亏了你啊 新鲜钱 姑娘 你那一番话警醒了我 让我知道 我这有胳膊有脚的 只要可以努力 没有什么事 是做不到的 我呢 就外出打光 预验了个好心人 也可以说是我的贵人 他呢 教会了我一些做人的道理 不知道让我 是怎么经商 哎呀 不过多亏了他 我现在呢 也开了一家公司 成了一名董事长 虽然我现在 成了这家公司的董事长 但是对于招聘工作 这件事呢 我一个亲领行为 严格把关嘛 我呢 最近也做慈善 想着去向姑娘学习 帮助那些颓废的人 让他们振护起来 真没想到 今天咱们俩还能再相见 还能以这样的方式相见 哎呀 这当年的事都是我应该做的 这我也没想到 这么多年了 你居然凭自己的本事 做到了现在这个位置 哎呀 这一切 还是要多亏你自己努力嘛 哎呀 不过这话说回来 你再看我简历吧 行 玛丽 玛丽 未婚 姑娘 你现在有男朋友吗 哎 这儿 我呢 一直都是单身 这不是一直忙着工作呢吗 也没有心思谈恋爱 玛丽姑娘 其实有些话 我一直想对你说 什么事 什么事 你们说吧 我现在呢 也没有女朋友 七年前 你帮助了我 给了我三百块钱 而且姑娘您 不仅长得漂亮 心肠还好 从那一个开始 我又觉得 以后找对象 就要找像姑娘这样的人 我呢 现在当上了董事长 据我的女朋友 也有一些 可是 我心里一直 还想着你 可能说 这是一见钟情吧 就想着以后 一定会再相见的 我呢 这么多年 一直想找 像姑娘这样 心里善良的姑娘 可是 心里一直想的就是你 那些据我的女生 我感觉都没有你好 有没有想到 咱俩还能这次相见 真是太高兴了 对了 只不说这些了 姑娘 您是来应骗的 这简历我也看过了 明天 你又给夜来 跟您上班就行 行 那现在董事长 玛丽 我这人嘴笨 不太会说话 我刚才那番表达 就是想说 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 既然 咱们能在这儿相见 那 据说女儿分吧 哎 这俗话说的好吗 女儿分上天安排的最大 那 咱们 可以先交往看看 深入了解一下 那这么说 这姑娘 答应了 哎 那真太好了 那姑娘 我先带你去 你要进去的工作稿 回来看一看吧 行 谢谢 走吧 走吧 哎 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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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我再赶快看一下 这怎么回事啊 这饼 这我这粉饼 全都碎了 这都碎成什么样了 这怎么用啊 喂 这 这我的东西怎么都成这样了 你 你再上来一趟吧 好行 换了 这 这花了我一个月工资呢 这 这个两千多 这个 这个六七百 这个二百多呢 唉 这合起来一共都 都五六千块钱了 这一个月工资全没了 这怎么办呀 这肯定不能使了 来了 这是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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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怎么回事啊 你这送快递的 这我这东西 你看 全碎了 这都 可贵了呢 花了我一个月工资 五六千呢 你这怎么送的呀 怎么回事 不好意思姑娘 刚才来的路上 车翻了一下 可能压坏了 真不好意思姑娘 这都是我的错 这 你还 你还 还挺诚实的 这 真的是你弄的 姑娘 这些都是我弄坏的 那我给你赔吧 这是人家多少钱啊 你这赔 这五六千呢 姑娘 这 这那么多钱子啊 是啊 你带钱了吗 我没带钱啊 我这出门在外 你没想过 有那么 那么贵啊 这些 你没带钱怎么赔啊 这样吧 你给我转账吧 手机 这个我不会用 还有绑定 银行卡 我这 也没绑定过 那你这怎么赔我呀 姑娘 要不我去银行 去给你取点钱吧 这样也行 不行 你这你跑了怎么办呀 那 姑娘 我的身份证在这 你拿我身份证吧 这身份证又不值钱 拿身份证有什么用 不是啊 这姑娘 你拿着我身份证 我如果跑了 你可以随时报警啊 哦 说的也是 那这样也可以 这不好意思啊姑娘 鲁德纲 你叫鲁德纲 是啊姑娘 我叫鲁德纲 怎么了 怎么了 我我哥也叫德纲 但是 他叫乔德纲 乔德纲 这 只不过我哥 他丢了 丢了 是啊 他从小的时候 跟我妈一起去赶集 赶集的路上 我妈一不留神 我哥就跑丢了 这餐也没找着 姑娘 小的时候 我也是走丢 我 跟家人一块 然后 自己探玩 我 我就找不到我妈了 什么 这 这 你也是走丢了 这 这么巧 是啊 你这 我哥也叫德纲 你也叫德纲 你也是 走丢了 你不会真是我哥吧 这样 大哥 你进来 我给你看一样东西 大哥 你来 你先坐这儿 你等我一下啊 这 大哥 你来 来看一下这个照片 这个是我妈 和 我哥 他俩的小时候的合影 我好像 有点印象 你还记得 你妈叫什么名字吗 妈的名字 我记得 她姓 和 和 和什么 和什么 我记不清了 和秀琴 有没有印象 和秀琴 是不是这个 是不是这个名字 好像是这个名字 这 哥 这是不是照片上就是你 你看 你们俩的眼睛 这对象啊 他那时候就长得 白白高高的 哥 你就是我哥呀 没 没想到 我还能找到我们亲人 是啊 哥 可是 咱妈呢 哥 咱妈 两年前 就去世了 妈 去世了 哥 妈生前 最欠块的就是你 她说 最亏欠的就是你 哥 对不起妈 这个卡里 是十万块钱 是妈留下来的 说 让我一定要找到你 然后把这个钱 留给你 这是妈 你留的 这是 咱们家 拆迁给的拆迁款 妹 这些年 我一个在找你们 哥 这个钱 是咱妈 一点一点地 攒下来的 说 让我一定要找到你 把这个钱 交给你 这卡里 有十万块钱 是咱们给你留的 妹 都怪我不 我还没见到咱妈 最后没面 我找了她那么久 还是没找到 妹 哥 现在都已找到了 太好了 这也算是咬了咱妈 一桩心事了 这以后 我也有亲人了 妹 哥